各位朋友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们是花雄园艺 今天呢 我们要来介绍一颗白水木 为什么要介绍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它很漂亮 然后放在店里面 觉得有点可惜 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介绍 可以有客人注意到它 把它取回家 美美的放在家里 好 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替他拍摄的影片 来 请看 我们首先看到 这颗白水木的正面 我们接下来看它侧面的部分 侧面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 这棵树 它枝干的走向 它一开始的 往上奋起 然后再往下的转折 接下来在中间 有一个往上开展的线条 又有往下延伸的部分 就让它 在盆子的边缘 形成一个非常漂亮 像瀑布一样的线条 那像我们刚刚介绍的 这颗白水木 就是属于比较 飘形的 然后往下的瀑布形 像这种在塑造线条跟画面 就非常的 好用 那它主要的卖点 通常就是在 漂亮的枝干 树的走向 还有就是 具有枝杆 上面附门细毛的叶子 它的花 比较没有那么的出彩 那么样的有特色 好到这边介绍完了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私讯我们的脸书 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来到我们店里 都可以 或是直接来店观赏 其实我们店里面还有 好几棵 也是很漂亮的白水木 欢迎大家一起来看看 谢谢大家